時間就是金錢朋友 聽到這句話是不是很熟悉呢 沒錯 這就是魔獸世界中 最會賺錢的種族哥布林的招牌名言 對他們來說 只要能夠賺錢 不管你是聯盟還是部落的玩家 他都願意為你效勞 天生貪婪的他們正邪不分 而且喜歡搗蛋 所以不管是電舞 文學 漫畫 遊戲 都能夠看到他們的蹤跡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 奇幻生物裡的小壞蛋哥布林 在各種作品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吧 目前對於哥布林的普遍形象 他們跟上次介紹過的半瘦人一樣 有著綠色的皮膚 紅色的眼睛 不過他們身材更加矮小 而且有對長長的耳朵 生性邪惡狡猾 而且善於欺騙別人 感覺就像是現實生活當中的奸商一樣呢 比起其他種族 哥布林較為瘦弱 所以他們喜歡躲在陰暗的洞穴中 過著群體生活 這些鮮明的種族特色 讓不少的作品 引用他們來做故事當中的商人 或者是鐵匠 像是著名的小說 《哈利波特》當中的《古林格》 就是由哥布林所開的 而且葛萊芬多的寶劍 也是由他們鑄造的喔 就連《暗黑破壞神3》也引用了 哥布林金庫的設定 在新的資料片中就出現了隱藏的地圖 哥布林的藏寶祕窟 讓玩家們進入哥布林金庫去好好尋寶喔 漫畫方面 著名的美國魅畫《蜘蛛人》中的經典反派綠惡魔 英文原文也是哥布林 同樣的引用了哥布林生性邪惡 狡猾 善於經營 而且喜歡惡作劇的特性作為角色個性 成為蜘蛛人永遠的對手之一 而在遊戲界最著名的哥布林 當然還是得提到戰槌和魔獸世界囉 在戰槌系列中 哥布林雖然看起來像是被半獸人奴役著 製造武器和工程器具 而且還常常被欺負玩弄 像是半獸人的仆人一樣 不過事實上半獸人 只不過是他們手中愚蠢的棋子 一切都是哥布林的計謀而已呢 到了魔獸世界 哥布林這個種族 則變成了中立的商人角色 無論是聯盟或是部落玩家 只要到了寶藏海灣 就會遇到這些哥布林商人 並且聽到他們說著招牌名言 時間就是金錢啦 朋友 聽了就知道他們有多愛錢呢 他們會販賣許多好東西給玩家們 也會利用玩家來幫他們完成任務 到了浩劫與重生這個資料片之後 玩家們也首次能夠使用 哥布林這個種族進行冒險 玩家們操作的哥布林族 原本是凱讚島上食人妖的奴隸 被迫在火山坑道中挖掘一種名叫卡加麥的礦石 不過這個礦石其實蘊含一種神奇的力量 長期接觸礦石的哥布林 就這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超高IQ 在這些遊戲之外 近期甚至還難得出現了一個 以哥布林為主角的密宗遊戲 銘河暗影大師喔 在這款遊戲當中 主角是一名叫做Sticks的哥布林 活了兩個世紀的他 已經成為了一個潛行偷竊和暗殺的傳奇大師 就跟我們對於哥布林的印象一樣 這隻哥布林的戰鬥力很弱 無法一次面對兩個以上的敵人 所以他必須要利用矮小的身形 鑽過桌椅 偷竊人類身上的物品 說真的 陰險狡詐的哥布林 真的很適合作為一個潛行遊戲的主角呢 雖然長相醜陋 內心也不怎麼漂亮 不過就是這樣事前如命 又陰險的個性 讓玩家們對他們印象深刻 在練功升等的同時 不妨多多注意這個常常被遊戲拿來 當作最低等怪物的奇幻種族哥布林 他們的故事可都很有趣呢 你真優勝算 雖然不空 尊重 考古